今天刘海剪得好丑啊 气死我了亲爱的 哎呀你看一下嘛 剪得这么丑啊怎么见人嘛 啊女娃没完了嘛 哎呀亲爱的 你这样子的颜色 你嘴巴跟人家活动都不错 都不错 我们从网上下载一些表格模板 或者自己制作表格的时候会发现 表格里面有很多图形 或者图片 这些图形图片会严重干扰我们的数据处理 有的时候还会导致文件变得非常的臃肿 打开文件呢 时间好像瞬间就卡住了 电脑变得非常的卡顿 如果一个个手动删除对象会很没有效率 而且有些图形很小 未必能够删得干净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何用定位这个功能来解决 在Excel里呢 我们把图形图片 这样的元素呢 都统称为对象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样的形状呢都叫做对象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不知不觉会在Excel里面就会插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多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很多时候呢我们还看不到 这些东西一旦多呢 一个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界面的美观性 另外一个呢 有的时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了会很卡 那怎么把它删除掉呢 我们可以选中一个对象 按DL键把它删掉对吧 但是呢有时候这些对象特别小 甚至呢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 比如说我们现在肉眼看见的 有1234567对吧 有这七个对象 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我们还看不见的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定位功能 我们按F5键调出定位功能 点击定位条件 把对象勾上 然后呢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档里面看一下 远远不止七个对象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小的对象 我们肉眼是看不清楚的 那选中对象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DL键把它删掉 这边呢有两个图表也是属于对象 对不对 如果不想选中它 我们按住Ctrl键的同时 用左键点击它 就可以把它取消选中 确认剩下的所有都是我们要删除的 之后呢我们按DL 对吧 这个时候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对象 就被我们删掉了 那么用这个功能呢 就可以快速的删除一些我们可见不可见的 这些内容 当我们发现整个文件比较卡的时候 或者有很多这种杂乱的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定位功能把这些对象删除掉 开程序做模板了 开猜这是什么程序 关注微信 吃少许学 每次您的答案 不可离奇小编四堂的PP或表格模板 离奇模板都不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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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